我们这两年看到的就是 在河北的廊坊 发生了派出所的大爆炸 其实我都往下看 原来它是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之前讲嘛 现在中国是三省三市 养全中国 但这个三省三市 自己也受不了了 受不了那天我不给钱了 不给钱以后就发现 中国整个地方财政 出现一个崩溃的状况 原来这个大爆炸 跟中国的地方财政的崩溃有关 因为地方财政崩溃 然后现在地方官员 朱康朱胖 我要横征爆裂 现在这种横征爆裂 已经引发大祸了 没错 5月26号 河北的廊坊的派出所大爆炸的时候 报杰 造成四个警察死亡 然后两个失联 两个失联是怎样 听说是飞走 飞出派出所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炸到哪不知道 然后五个受伤 刚刚的爆炸有什么可怕 对 这个爆炸 有两个人 报杰 炸飞 炸飞到这两个人在哪不知道 对 这个爆炸非常非常大 周边人都感觉到 我怎么炸那么多 那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 啊这个是 有人这个警方在检查这个失 这个所谓可能有不好的爆炸的时候 引爆这样 但是后来不是 听说是有人的 看不爽的嘛 因为这些警察在当地横征爆裂 然后在被花释罚款 你把这个人家的爆炸呢 这个收起来自己放着 然后结果没想到 你还发人家说 你在买卖爆炸是违法的 结果就有一个民众 不能够接受 他就拿着这个罩包 进去就把整个罩 这个所谓派诉所炸掉了 派诉所炸掉 对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来说 照理说派诉所被炸掉 网民应该是站在派诉所 站在国家公安这一边了 就没有 你看网民的8万多条 这个你看 烟花估计当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那因为为这个因公殉职的 这个民警莫安 不幸中万幸事 没有人民群众受伤 所以大家都在讲什么 那是你活该 就是你警方自己活该 所以他这个整个民 整个大家网民是幸灾的 或者说幸好没有人民死亡 死的是警察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上的这些 这个所谓官员啊 警方啊 什么民警交警一大堆 对民众这种花式罚款 大家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好 一开始 这个 朗宝拍出的传说 有警察在里面抽烟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纪律 没有纪律抽烟 里面有很多的爆竹 这个才引发 可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讲说 根本就是有人被罚款不服 拿着炸包引爆 甚至讲说 是因为派出所查烟花 结果把自己给查死了 然后甚至底下讲 你现在在这边讲 他这边就是 只有他可以卖 警察一边罚 一边收 一边自己偷偷卖 对 没错 为什么这件事会引起 大家完全群起激奋 因为这5月26号爆章 很抱歉 中国第一个时间是封锁消息的 它不让大家传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盖不住 大家开始在网络上 开始讲了 这很多画面都流出来 对不对 然后一开始警方说什么 警方说 我们这是因为对涉嫌 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竹 进行取样的鉴定的时候 发生爆炸 也就是说 是警方在那边取样 发生爆炸 就后来没多久之后 马上就传出来 不是 人家就说 你就算是非法取缔这个 你在检验的时候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爆炸吧 你里面一定要非常大量的爆竹 才会炸成这样 否则你看 我们一般如果买一点爆竹回去 你检查这样 也不可能爆成这个样子嘛 大到把两个人炸飞 对 两个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显然炸药量是相当相当的大 就后来就有人说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警方从去年开始就开始 因为你知道 狼坊是在北京跟天津中间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因为他距离天津很近 距离北京很近 这是天子脚下 你知道习近平同之前就说 北京不能够有爆竹在那边放鞭炮 那更何况是狼坊这个地方 所以警方不真的在取缔 查烟火 但是你要取缔他怎么取缔呢 他把查到烟火了 全部放在自己的派出所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他在卖 偷偷卖 他在卖 你要卖多少就卖多少 但是他做什么事呢 刘宝洁你怎么可以卖 说我可以卖你怎么可以卖 他取缔那些卖爆竹的人 卖爆竹的人就很不爽 所以变成派出所的独门生意 对 那卖爆竹的人不爽 为什么 我的爆竹被你拿走的时候 被你罚一次款 结果我现在要卖别的爆竹的时候 你又来给我罚款 当然就不爽 那些所谓爆竹商就心怀愤恨 心怀愤恨的时候 因为不断的被取缔 不断的被取缔 很多报竹商都被取缔的时候 他们就索性跟你破罐破摔 就听说是有一个 卖这个鞭炮的这个摊贩 他真的不爽之后 他就买了一个炸药包 买了炸药包就进去 这个派出所里面 听说啦 听说是这样 他就丢进去 因为他知道你里面有很多炸弹 他知道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他就丢进去他就跑了 跑之后没多久之后 整个派出所就完全砰 炸飞 炸飞我就讲四个人使用 有两个被炸飞 炸飞到木球纸还找不到人 好 我跟你讲的 三省三市现在中国是 透过这几个地方 来救全中国的财政 现在三省三市也救不下去了 所以刚刚讲 你现在武汉已经开始去讨债 现在我们看到了云南 我们看到了贵州 很多地方都没有钱了 我根本扑不出去 那这个地方朗莽就是因为 当地财政困难 派出所也非常经费紧张 这就是什么 从去年12月以来 没收的烟花都没有送出去 在里面偷偷卖 对 你看 他们派出所爆炸的时候 你看 所有人都说什么 这个烟花估计当时在看不下去 因为人家收太多了 看看评论区 人心不是一下就凉了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你看说光看评论嘛 没有群众伤亡吧 万幸的是群众没事啊 对不对 从小家里人就告诉我 别人的东西不要乱啦 你就是不听 不要乱的啊 事实上大家都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警方你暗杠人家的爆竹之后 人家对你不爽之后 进去把你这个派出所给炸了 而且你看到廊坊这个地方非常有趣 它在中国有一个名称叫做碎城 刚才不是离北京近 离天津近 那很多在外面 你说北漂的人 我住不起天津 我住不起北京 我住哪 我住廊坊 再讲廊坊其实有 平常有非常大的住宅的需求 没有想到廊坊现在 它是一夜之秋 经济非常的糟 它是全中国房价跌最惨的地方 没错 我们就讲廊坊在这个地方 廊坊在北京跟天津中间 照理说这两个城市都是千万人口 你如果真的是住不像北京 不住到天津 你就要廊坊市来住 就不像廊坊呢 照理说它过去叫做碎城 为什么叫碎城 就是你是天津在北京工作 你就晚上到这个地方来睡 所以它叫碎城 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 过去廊坊的房价是很高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整个不景气之后 地方也财政不好 那整个这个大家工作就回到这个老家去了 所以没有人要住在廊坊 那廊坊的价格是这样 这样不断的下跌 而且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说了 你的房价腰斩对不对 它不是腰斩 它是叫膝斩 已经斩到膝盖了 所以整个价格一路的暴跌 很多人就说根本没有人要买房子 那更惨的是什么 因为它跟天津跟北京很近 所以连带天津北京的房价也被它拖下来 所以这个女生就说 北京的二手房价一直一天降价20万 房子越卖越多 所以就说北京跟天津 这样20万就等于台币 这样100万的 对 两个城市也被它拖累 所以等于是 现在整个北京天津这一代的房价 因为廊坊的关系 全部都在往下暴跌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大家收不了 你刚才讲的一个花式罚款 对 花式罚款最近出了一个非常好笑的新闻 就是现在所有上高速公路 我都要给你罚款 罚款罚到什么 罚到了河南的大麦 没有办法 小麦没有办法 按时的收成 没有办法按时收成以后 居然被水淹了 发芽了 发芽了以后 政府干嘛 再花两亿元 要把它给烘干 对 你都知道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民怨 我们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最近刚好在河南的小麦要收成 第一期要收成 没想到人家 因为他们就要花式罚款 你看这件 你这件是来自外省的车 外省的车 不好意思 我们要丈量你的大小 你丈量大小 超标的就要罚款 就像这些车全部都被罚 都被罚 我不要进去可以吗 这都是收割机 都本来要从各个地方调到了河南 赶快去收成小麦的收割机 居然全部卡在高速公布上 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要给你收钱 对 每一台车都要量 你要量要量多久 好像有的愿意搅 有的不愿意搅在警方那边互相发生口角 就导致他们没办法进去 就没办法进去 刚好又碰到河南这几天在下雨 下雨之后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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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小麦完全都烂在土地里面 发芽了 我要赶快啊 结果没想到发芽 发芽之后就烂掉 烂掉之后结果人家 农民开始抱怨 说你警方为什么要查那些 所谓这个车子 就这样农民开始不爽之后 官方又开始 5月30号省政府专题研究 我们要紧急拨两亿元 让你这个小麦可以烘干 那原本都是你自己在搞的鬼 早点收成不就没事了吗 你为了要花式罚款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就讲 现在中国真的出了非常大问题 那到底多缺钱怎么罚呢 我跟大家讲 现在真的非常有意思 浙江就说什么 我们这个如果 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如果你看手机的话 我们要给你罚款 罚大概10块到50块人民币不等 低头看手机要罚钱 没多久之后 他就真的开出一张罚单给你 另外一个 上海一家餐馆 因为什么 凉拌黄瓜 为什么凉拌黄瓜不行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不能够这样 因为你执照上面没有写冷菜 执照没有冷菜 我卖凉拌黄瓜被罚钱 那我们就讲过嘛 脱口修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主持人 他就说 八个字开解放军的玩笑 一个字罚750万 一共被罚了6000万台币 另外甚至还有什么 你看 因为贵州有一个酒产 叫平静西近平 因为你太像西近平的时候 被罚44万 连名字都不能造成 对那另外还有什么 你看还有这个 因为他们这个诈骗赛太多了 甚至还有一个 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就说 不缴罚款 就上门枪卷 当然他们警方说 没有这件事 但是他都不相信 说警方有可能会干出 这样的事情 好 那我给大家看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就是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到底中国都不景气 我们从股市来看 我们曾经讲过 日本股市一飞冲天 那我们讲 最近台股一飞冲天 因为NVIDIA的关系 你看中国股市 相当股市 一路破底 所以从股市你也知道说 中国经济 真的 今年是相当相当不妙 好 会成 我们先看到 现在在很多地方 居然出现了化学工厂大爆炸 可是我怎么讲说 这个化学工厂大爆炸 也跟中国的经济有关系 是 最主要是5月27号 现在就是湖南长沙 这边有个物流源工厂的 一个爆炸案 而且这个爆炸案 很不寻常 因为它起火点 竟然是在一个 本来是放粮食 存油的一个地方 里面有一些糖分 纺织跟纤维素 你想说奇怪 怎么会 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讲过 只要要查粮仓的时候 通常就会开始爆炸 就爆了 这一次不知道是因为查粮仓 还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起火点 现在被发现 就是从这个粮仓仓库里面 开始引爆的 而且呢 现在初步调查 是一个打火机 竟然就引爆成这样 打火机 对 它之前从粮仓开始烧起来 烧到旁边的 湖北电器的一个仓库 所以到最后 竟然你知道 它从晚上大概六七点 烧到晚上十点多 都还没有停下来 就大家发现说 这样有点不寻常 后来呢 中国的就有一些网民 就开始说 怎么最近感觉上 这些类似的爆炸案 然后大火案 尤其是化工厂的大火 真的频传 包括什么 5月23号 广东的阳江市 也是一个油漆厂 你看 竟然爆炸烧出一个 那种蘑菇状 它说这里太夸张 太不寻常了 它也不过就是油漆厂 里面就是油漆跟贴纳水 而且它旁边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 它也是烧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才会停下来 后来就想说 为什么类似的案件 不断的频传 5月10号 在福建省的泉州近江 一样也是一个化工厂 结果它这一栋 连烧到隔壁好几栋 当天总共出了 30多辆的消防车 才有办法灭火 所以大家有想到说 为什么从5月开始山东 福建广东 然后一直到现在湖南厂商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化工厂爆炸 可能跟最近一个化工厂的价格峰叠 有相关性 包括他们就说连辽宁的盘山县 也是有一个化工厂 这很可怕 它是1月份开始一个大爆炸案 而且它这个整个迅沟壮云的 这个熊熊大火烧 连40多公里远之外 都可以听到它的爆炸声 可以说从今年初开始到5月 而且5月的一个发生 化工厂爆炸案是密度更高 所以国民警讲说中国是吧 你要开始查粮仓 这个粮仓就会爆炸 或者这个粮仓会失火 现在不是粮仓失火 先生我是要查什么 什么就爆炸 对 什么就爆炸 后来人家就发现说 搞不好它其实不是查 是怎么样吗 因为他们有高额保险金 它里面仓库里面的货 没了 已经不是 因为仓库的货封叠啊 你还不如干脆把它烧了 是这样子 有人这样在猜 因为他们就说 这东西卖不出去 而且东西也不值钱 不值钱 我干脆炸掉 对 而且搞不好放火的 你说嘛 一个还要一个打火机 怎么可能会把整座厂都烧 而且从这座厂 还烧到隔壁的电器厂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搞不好现在开始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现这公司如果 我营运周转不离 我仓库里面的仓库的那些货 也不值钱 唯一可以做什么事 我把它烧了 骗保险金 骗保险金的情况之下 开始谁倒霉 就是这些担保公司的 这些保险公司或金融机构 开始倒霉 它就会产生连环效应 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就想到说 这个搞不好一把火 要烧的不是工厂 而是烧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 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可是它有这么严重吗 中国经济有这么糟吗 真的 所以到最后现在开始 中国就出现 富省不富 穷省更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昨天讲到 我昨天才知道 原来中国是透过三省三市 他们的税收来养全中国 现在这个三省三市 自己都自顾不暇 自顾不暇 钱出不来以后 就像骨牌效应 我在想说为什么云南贵州 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财政崩点 原来火水进不来了 完全 你现在火水 你现在看到就是火水 广州 那是光明街 他们说呢 以前这条街啊 哎呀 那个位置超好租的 怎么样就是人山人海 你知道他这拍摄的时间 是礼拜五下午 他说 而且是一点多 他说天哪 你光看这个光明街 整条街 几乎全部铁门深索 你就知道 广州的一个情况 有多么萧条 所有东西都卖不出去 所以呢 我开这个店 租这个场地 开这个店 还不如把它干脆关了 变成连锁店 那上海车站 一样也是 你现在看到 上海车站的一个店铺 也是一样 全部几乎大部分 这是上海车站的店铺 对 超过六成 全部都关的 那都关的情况 代表什么 内需不振 没有人要花钱 所以这些店家 反正的铺子是养不起的 我还不如 薄薄困困困困困 把铁门深下来 我回到老乡去 还可以吃老本 所以呢 刚刚看的是广州 现在看上海 现在要看的是 天津会展中心 一样空无一人 你看如果说 连天津会展中心 中午11点 都没有一个人 而且你会发现 反而是员工 打工的员工 还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且你看很多垃圾 摆在那边 一家两家三家 全部都关了 第一天看幕最多人 第二天之后呢 就发现 还扫了三成的人 后来第三天 发现五成人都没来了 这就是现在 主要三省三市 现在经济都不仅 都不仅仅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董事长 今天这件事情 有严重到说 刚刚讲的 河北廊坊这个爆灾 老百姓有气到 我拿炸药包 把你给炸了 我觉得老百姓 是要炸谁 因为中国的 这个地方很大 它每一个地方 都会有个别的 一些怪事情发生 那现在目前 共产党政府 不用的就是一个 高压的方式 它维稳高压扶贫 就是它基本的 国家的政策 它用很多的政策工具 去压制 这个压制 在一个前提情况之下 当国家政府有钱 这个有效 当然没有钱 就没有效 为什么 什么压都骗人的 就是摆平嘛 你现在要捣蛋 我就告诉你说 你不要捣 私价给你多少钱 我现在当书记 对 我在廊坊当书记 这个地方上 我一接 我先问问看 这几个会出事 是哪几个点 这个说 刘宝杰 屋子杉 这几个 知道 会闹事的 会闹事的 晚上就早上 就跟你摆平 我先跟你讲 我现在三年干完 我要去升官 这三年内 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你不要跟我闹 瞧 都搞这一套 是瞧的 不 维稳 怎么维稳 在真的打人 他是杀人 杀不完嘛 这个老百姓到穷 到已经山穷水 他怕死嘛 民不会死黑以死自知 对 他不甩你嘛 对不对 现在中国老百姓 别的本事没有 他挨饿的本事很大 你知道吗 第二个 他跟你乱窜的本事很大 游民嘛 他的游民 所以他整个情况 现在就是说 整个国家经济 现在面临到崩溃阶段 这是事实嘛 那现在他希望维持 就是说 百分之五的成长 但是他现在有个 很大的危机 但是因为他整个经济 不是平衡的 他的现在目前 还有将近有百分之四十 甚至于将近一半 是所谓的这个 国有 是国营产 国营事业 对 他的国营事业 占了非常高的比率 但国营事业效率很低 获利率非常差 对 所以他只是 还是得吃贡 吃政府的空 吃政府的资源 吃黄粮 好 那就很简单 叫我问你 今年 现在今年的 今年失业率 我们前两天报导过 二十了 二十点四 上个月嘛 对不对 二十点四的失业率 那这些失业人口 现在去哪里 现在是几月啊 现在几月 五月 快六月了 那七月份 那毕业生怎么办 所以现在四月份 如果就出现 百分之二十的 年轻失业率的话 对 就表示你是 结构性的失业率 出现了嘛 对 然后你还有 新毕业出来 怎么办 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嘛 除非很少的 这种所谓的 高科技电子业 很少数的 其实它大部分的 所谓的没有效率的行业 跟没有效率的科系 已经出现了嘛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它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以国外的评估来看的话 现在人民币 现在跟美金比 已经掉到一比七了 七块多人民币 对 所以整个政府 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叫做信心危机 现在它推个什么政策 你知道吗 它要港商 因为它知道现在只有三省三市 对 那怎么办你知道吗 叫香港人 我们不是有 我们台湾有这个南京政策吗 对 我们去东南亚投资 他们要北漂政策吗 对 他们到北方去 他们叫港商到北方去 就去投资 对 那这个有可能吗 当然 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事情 当然中小企业有可能 所以整个来讲 我认为它的经济的政策也是混乱的 然后它房地产现在情况之下 也是政府不断地释出一些新的资金 希望能救房地产 那房地产现在也是救不起来 所以整个情况 我认为今年要维持百分之五的可能性 非常困难 然后另外最重要一个就是它的藤龙换鸟 对 它藤龙换鸟就很简单 就是美国把它封杀得非常厉害 那唯一有机会能够提高它的出口的东西 就是它的所谓的电子 AI这些比较高级的一些产业 这些产业现在 AI半导体全部封杀 它这个部分也碰到困难 所以它现在是到处碰壁 对 但泡泡泡泡泡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跟你讲没办法 没办法 李克强就没办法 就是没辙了嘛 就是国家真的没有钱 因为清零的三年的情况之下 整个的供应链停摆了嘛 那民间的经济的整个的引擎 整个就是失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点火嘛 所以我刚刚讲是全面性的信心危机嘛 那你现在我们多少台商 多少外资 大量的出走嘛 该出走出得差不多 所以我刚刚讲的怪招嘛 它从香港这种港商到北方去做投资 希望他们能够移民北方 因为香港人会听到 当然不会 不干了 老子到广东窝起来当运工了嘛 所以这个很怪 因为它不按照经济的逻辑去运行嘛 它用政府的力量想要做些事情 但政府的力量跟市场本身是违背的 所以这个目前情况非常不看好 对的 现在就在俄乌战场上我们看起来 一个大战即将开始 而这一个大战即将开始 没想到扮演前锋角色 居然是英国给他们的暴风幻影 现在乌克兰已经证实了 我们已经用暴风幻影 用暴风之影做了很多次攻击 而且这个暴风之影多可怕 百发百中 对 没有错 那么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国防部高官说 那么英国所提供的这个暴风之影的巡异飞弹呢 百发百中 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射程超过250公里 它说的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卢干斯克 也就是俄罗斯攻打这个 等于乌克兰所占领的卢干斯克嘛 卢干斯克的一个大楼啊 现在是俄罗斯在卢干斯克的军事基地 被乌克兰所发射的飞弹打中了 那你会说打中就打中 就这个同节 打中打中有什么了不起 有一点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距离距离现在卢干斯克被俄罗斯 他们不是假独立吗 距离边界超过100公里以上 也就这个飞弹是怎么打中的 这个飞弹是用暴风之影打中的 他们怀疑就是暴风之影 对 直接瞄准 你要知道第一 我知道卢干斯克这个大楼是你们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对 第二 我有本事在100多公里外直接发射暴风之影 就打中你了 那以前这些事情是谁在干的 俄罗斯在干的 乌克兰是被挨打的一方 现在反过来了 那你有的暴风队不就防不胜防了吗 对 反过来了 变成是乌克兰发射直接碰的就打过去 那现在除了这个的话 英国提供之外 法国也要提供它一模一样的暴风之眼 那么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外界比较没有去讨论的东西 会是俄罗斯的恶梦 在这一场这个大战开始的时候 反攻开始的时候 会是俄罗斯的恶梦 反辐射飞弹 什么叫反辐射飞弹 我们台湾不是有做这个剑响无人机吗 对 它本身就是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 其实就是类似反辐射飞弹 说话拍天爱了 专门打你的雷达了 你的眼睛你的雷达对不对 你只要有雷达的地方 不管是陆地上的 不管是舰队上的 不管 反正我只要有雷达的地方 我就打得中你 那我问你嘛 雷达是所有的武器之眼 我如果能够用这个反辐射飞弹呢 直接把你的眼睛给打掉 那我问你 你俄罗斯对俄罗斯来讲 天哪 变成你不知道到底谁占优势嘛 所以事实上呢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而且除此之外呢 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炼油厂呢 又被爆炸了 又被炸掉了 我一直想过 因为我是这个等于说特战部队的 正战特权队以前三十几年前 学的都是这一招 破坏息肉 对 息肉破坏 然后呢用爆裂物在你背后搞鬼 而且我不穿军服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 然后呢 我也可以不用带炸弹 你不要以为说我要炸你就一定要带炸弹 没有 我可以不要带炸弹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被教会 学 现学 炫脉 用现有的东西 做成急躁 爆药 那么事实上呢 这也是英国的 英国的特战教官 现在在乌克兰做的事 他在做什么 他在教乌克兰的一般的阿兵哥 教他们的特战部队干嘛 直接做所谓的塑胶炸弹 现学 现卖 可以把一栋大楼给炸掉 如何用 其实他所制造的 就叫我们的专业术语 叫急躁爆药 外面不知道的人叫做塑胶炸弹 塑胶炸弹不是塑胶做的 塑胶炸弹的意思就是 急躁爆药的意思 用各式各样的东西 做成灌装的 或者是高 可以用高装物的什么东西 就急躁爆药 你外面的人 不知道的人不晓得这是炸药 然后我可以放在你的建筑物 放在你的车上 放在你的碉堡 然后延迟引爆 设定时间 让它砰就炸掉 你不要小看它的威力 在这个等于说 这些占领区里面 乌克兰的阿兵哥 就用英国的教官 教他们的这些急躁爆药 炸掉了三十几栋的大楼 所以你就是让那个影响 跟威胁性很大 还有为什么我说 一场大的反攻即将开始 因为很简单 你从瓦格纳军团 自己宣称 全部占领了巴哈姆特 去做了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 差不多要让杠的 撤退 我跟你嘛 我好多不容易死了一万多人 然后呢 总共投入了四万五千名兵力 我打下来了 然后他们的领袖 普里格尖还演讲两个小时 然后就搞了半天 你既然已经成功胜利了 为什么 你要拱手把这个阵地 让给这个 等于说 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 事实上呢 那么这个巴哈姆特这个地方 毫无任何的战略价值 但是 他对双方 俄乌双方 相关的士气体振 有决定性的影响啊 打下来了 阿波阿兰港 我要走啊 交给这个俄罗斯 更好笑的是 当他们要撤军的时候 乌克兰的阿兵哥在旁边 看 干什么 我们等你离开 等很久了 而且他们很兴奋地说啊 只要他们离开 俄罗斯的正规军 一来 那这一群俄罗斯的正规军 就等着做鬼吧 是哦 那你就看到 在这次俄罗斯战争的时候 沙兰的阿拉伯是跟中国联手 甚至沙兰的阿拉伯也跟俄罗斯联手 要去对付美国 可是没想到 战争打到了现在 俄罗斯跟沙兰的阿拉伯 居然出现了嫌隙 而且你说 这场战争如果再打下去 沙兰的阿拉伯 可能会垮掉 为什么 而且这个国际政治 真的非常有意思 因为俄罗斯战争一打之后 你知道沙兰的阿拉伯就说 我们可以跟俄罗斯合作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沙兰的阿拉伯想把油价拱高 他油价拱高 我卖得很爽嘛 我可以赚很多钱嘛 美国不想看到这一件事 因为他讨厌美国的页岩油 所以他讲 我们用个OPEC Plus 就把俄罗斯也加进去 我们一起来称 把石油减产 那减产的话 油价拉上去 反正你俄罗斯也不吃亏啊 你也可以卖很多油 那我们这样子 把油价拉上去之后 大家都开心 结果没想到 这个沙兰的阿拉伯想莫名其妙 因为沙兰的阿拉伯想把油价 撑在每一桶81块以上 他就会赚钱 他整个国家财政政策 财政这个收支 就会有这个盈余 就不像油价没有涨 他最近还跌到71块 他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谁在搞 结果他发现到 原来是俄罗斯 你俄罗斯 你看我刚才不是讲 他卖很多给印度吗 卖一大堆到国外去 他就是拼拼的生产油 结果他就警告 这个普丁说 你不能这样做啊 你怎么能够 你要符合经济交易的水位啊 你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就不像俄罗斯不听 因为他要钱 他继续卖 继续生产继续生产 所以我就讲 这一场战争打到最后 搞不好先垮了不是俄罗斯 先垮了会是 沙兰的阿拉伯这些产油国啊 OPEC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产油成本比较高啊 比较高的时候 你俄罗斯比较低啊 你这样的话 你一越卖越多 你俄罗斯可以撑得住 但是搞不好 沙兰的阿拉伯 你假设油价跌到60块 他要赔20几块啊 所以搞不好到最后的时候 是沙兰的阿拉伯先撑不住 而且他内部还大建设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 国际政治真的是 讯息万变 一个变化都会牵动 所有人的荷包 总上台谈斗志 NVIDIA 他的业绩居然大涨 业绩大涨就代表 AI已经不是空中楼阁了 他已经是活生生在你的眼前了 订单都已经在手上了 所以你说 那代表什么 AI时代的来历 而AI时代的来历 黄仁勋居然就来到台湾 你说这个AI已经进到了台湾 而且这两天 今天光今天 10亿美金投资台湾 就是投资AI 而且说现在 AI跟台湾绑得越来越紧了 光潜 或许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黄仁勋的NVIDIA 在今天的美股 会突破市值一兆美金 这是个破天荒 所以很多人就说 AI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跟他讲 百分之百是真的 因为一家公司 不会凭空炒作到 一兆美金之多 兆元的价值 所以他NVIDIA告诉你 这个AI时代来临了 好 那是AI时代来临来说 对台湾到底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不然人家最近全世界股市 其实表现并没有很好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中国股市在破底 香港股市在破底 韩国股市也没什么表现 日本股市是因为 有巴菲特的加持 可是还有一个市场 台湾市场是股市在涨 台币也在升值 这是亚洲唯一一个 热钱进来 热钱进来干什么 因为他进来买AI 因为台湾有最多的AI股票 黄仁勋在Computex 说台湾有最多的AI股票 他在Computex讲 点名了二三十家台湾的厂商 包括台积电 创意什么全部都大涨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真的要买AI 只有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股市 为什么最近会大涨 完全都跟AI完全有关系 那好 事实上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黄仁勋他有两场演讲 一场在台大演讲 一场在Computex演讲 他讲了一些数字 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有多可怕 他说什么 他跟台大学生说 未来几年的时候 所有的CPU都会被GPU取代 所以未来我们的电脑都要换一个 换成GPU的电脑 他说这是一兆美金 十年一兆美金 这是台湾的机会 因为台湾专门在做电脑的嘛 第二个 他在Computex说什么 未来五十兆产业里面的 所有的工厂的制程 还有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要用AI导入 所以他说的是五十兆 各位我讲的是美金喔 五十兆美金喔 他这些都是美金喔 再他还讲了一个 有数兆美金的 数兆美金的医疗产业 所以你加起来 而且这些加起来是五六十兆美金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曾经讲过电动汽车 电动 电动车的话一年六兆 六兆 它是六十几兆 所以你就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只是这个浪潮才刚开始而已 哪位 连巴菲特 连张宗都说 现在NVIDIA有十年好光景 当然是这样 所以在这次讲 他这次来台湾 为什么要来台湾 他说过去呢 是我买台湾的东西 他买台湾什么东西呢 买台湾的这个IC 然后台积电的服务 然后同时把晶片交给台湾之后 这个技嘉做成伺服器 广达做成伺服器 再卖给我这样 他现在做什么 他现在说我卖给你 为什么他卖给你 因为他要卖给什么 精品 能源 零售 食品 金融服务 到科技业 全部我都可以卖给你 因为你未来都要AI化 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成立一个叫做 NVIDIA AI Foundation 就是你呢 未来你任何流程 都可以透过AI的方式 把它完全的改善 我讲一个 讲一件事给大家听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说 2奈米的时候 台积电不是要跟NVIDIA合作吗 不是要导入他的AI吗 他就是要卖这个给台积电 过去我是买台积电 现在我是把这些AI技术 卖给台积电 台积电在2奈米就可以做得更快 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些技术 反向卖给台湾跟全世界 难怪台积电不爽 我卖你一个晶片 600块 结果你卖给我20万 所以就是不 我们还是朋友吗 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现在是要反向卖给你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很想 台湾其实是一个工业岛 台湾今天刚刚讲的 你现在在精密工业 你今天在这个半导体 你今天在这个石化 我们的工厂也在全世界 都数一数二的 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工厂 台湾就有很多需要AI的地方了 他这次在Computex 不是这个王文淵台湾集团 帅领大家去吗 那为什么他要去 因为很简单 他要看看说 到底AI能够为我们整个工厂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他想要学的 那你说只有台湾会这样想吗 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 食品公司 不是很多公司 我怎么把AI导入 像金融服务业 我把AI导入之后 怎么样增加这个判断的精准度 所以才跟你说 AI未来是用在所有的产业里面 所以为什么黄连勋说的是50兆 这个绝对不是假的 因为未来所有的产业都倒进去的时候 这个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他说以前我是卖给的 我已经卖给Google 我卖给阿里巴巴 我现在卖给这些云端 没有喔 现在你现在他的订单 都是这些一般的产业了 那里面他还讲到一个叫奢侈品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很简单 因为奢侈品业者来说它很贵 很贵的时候他希望说 我能够销售的越加精准 像Burberry好了 Burberry他说 你有什么购买记录 个人风格 还有喜好 他都要求你填得非常仔细 填得非常仔细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 比如刘宝杰大股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查一下刘宝杰你过去买什么 然后他可以配合现在的天气 跟现在的气候 我就推荐给你说 你现在要买什么衣服 就可以很精准的销售给你 这就是他现在要用的方式 就像他这样之后 你看他整个精准销售的 这个精准度就大幅的提升 销售额度都非常高 Louis Vuitton也是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线上的虚拟购物 这下导入 他有虚拟顾问 他也要导入非常大量的 AI数据才能够知道 你来了之后 或是你加什么风格 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的包包 想要什么样东西 我可以帮你推荐 这就是他现在在导入的东西 这都是用AI的合成 另外一个 全球精品的电商也是一样 他导入AI技术之后 他可以精准地判断说 这时候目前哪个商品 是大家都要的 我赶快买一些商品 因为我们知道 包包有时候是流行风 它流行什么东西 哪个地方流行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透过这个AI 你可以完全知道 全世界的发展的现况 你可以更加精准 你看奢侈品都需要这样做 任何一个产业 都是需要AI导入 好 辉成 我们最注意到的是 王维渊居然带了 台塑四宝所有的主管 全部去听黄仁俊的言讲 台塑在台湾的工业界 已经是武当少林 已经是泰山北斗 连他都要去取机 事实上确实没有错 因为台塑集团最早从2016年2017年 就已经开始focus在AI这一块领域 事实上王维渊 在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你知道吗 他出三千万元协助中研院 成立一个AI学院 那时候是怎么回事 台塑三千万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研院的院长 就是廖院长 有一次就是找王维渊 就跟他讲AI很重要 未来台湾应该要跨入这个产业领域 然后王维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他就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总共聊了三次 吃了三次饭 最后我就决定投资三千万元 然后去帮他成立这个AI学院 然后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台塑集团 也要派人去上这个课 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派100个人 最后我们派了406个人 所以你知道吗 台塑已经派了406个人 到中研院的AI研究院 去上过课了 对 而且你知道很好笑 他说廖院长就开始准备简报 再三次准备简报 就走到三千万元 显见王维渊对于这整个 一个的非常投入 他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他怎么后来 投入大概二十几亿元之后 创造出到目前为止 光是这个所谓的专案改善 就已经有五十几亿的 这是台座 对 台化 台化工厂 他就是一个 他这个叫做他们那个 纺织的一个原司 然后呢 他现在里面 全部都透过这个AI的一个工程 就是无人化的工程 然后呢 就是他们 他就讲到说 我们现在这一些呢 我们都进到那个检查站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 整个作业的流程 都不会有人去碰到它 整个工厂里面 就靠着这个机器再进行做 这是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 事实上他们这个无人工厂 最早在南亚也有 他们现在已经 跨到这个台化领域 所以他就说我们无人的 这个车子呢 开始去运载 这一个就是纺织的 完成了这些相关的产品 然后就透过 他就告诉你 我们整个机器的过程里面 以前工厂这里面都是人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种 AI的技术里面 南亚的工厂里面 本来要三四百个人 现在只要两个人 一个看着这个监控 一个人在操作 你说啥 三四百会存两个 对 那是南亚之前的 一个塑胶管工厂 然后嘉义的塑胶管工厂 而且他们在2016年2017年 就做到这个地步 现在这个是台化工厂 也已经开始自动的存取 基要可以入库 所以你知道的 他未来就会变成 他们就说这个投入的 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你可以降低成本 第二个你可以提高 生产的品质 第三个最重要的 你可以把这个可能的 公安的危险的风险 马上降到最低 因为他们所有 全部都建立一个资料库 然后所有又变成 一个大数据化 他们后来你知道 台座集团曾经发生 一年发生过七次火灾 那你知道他们发生 七次火灾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是 他们就是 就算你每天都派人去巡 可是他很多的管架 很多的管线 都是在那种卡住的情况 你人这样巡的过程里面 其实那个管线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就变成 很多管线在锈食之后 他们有一些液体 就会露出来 露出来它下面的管线 可能是高温的 所以就因为这个液体 锈食露下来之后 高温就开始烧火 所以他们现在 全部透过大数据化 你知道它可以做到 什么地步吗 这是我以前听他们讲过 他们全部把它投入到 这个大数据化之后 他就可以去分析 这个管线已经用多久了 这个管线里面的 温度有多高 他就可以去查出那些 风险性最高的地区 风险性最高的地区 他就会去透过它的 侦测系统 然后进行相关的去模拟化 然后他就可以及早 把这个管线先拆换掉 不管现在都没有 我们这个火灾爆炸了 对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风险先提前 预测这个风险 然后把它降到最低 然后这个他们叫做一个 所谓的异化管理 就是你这个地方 可能会产生一个异象变数 我就这个异象变数 产生风险之前 我先把它替换掉 所以他们未来会投入 更多的一个 比如说这样 彩塑网Smart的群检系统 就是这样 Smart的期间 对 它等于视线 而且呢 以前是这样子 以前 比如说我去迁道 对不对 我要去看ABCDE的管区 你要知道台塑集团 整个六斤是两千多公顷 那你说你去巡管 又是知道的 你说刘宝洁你去查询 我怎么知道 你到底没有去查询 现在他们有装了那一种云端的 然后身上有相关的配备 你有去没去 都不用搞 都不用帅 都不用帅 我用云端我就给你揪出来 我人在大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他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真的就成功地把这个风险给降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台塑集团 这么注重这个AI的控制跟管理化 因为这个一套 如果真的可以全面落实的话 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风险降到最低 好 Kathy 以前讲的点时成绩 现在是点AI成绩吗 可是我不懂是 我今天听记忆家 我看到很多的报道说 我们做别人 跟我们就做到AI 价格可以差到5到10倍 不就同样的做机壳吗 不让你同样的做这个所谓的制服器吗 或是同样的做晶片吗 为什么你做AI的晶片 会比你做一般的产品 会这么多呢 我举个 我举几个例子 我先给各位回想一个新闻画面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 一片那个卡 给黄仁勋签名 你说那个20万 对 那一钢卡就20万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 它有很强大的功能 那另外有一个 我看到一片 他听说我听说那个是6万 那是比较简单型 好 重点是 你知道那个记忆家的伺服器 为什么会 他说可以比别人 10倍到25倍 最近大家可以去展览去看一下 或者说你有空到光楼上去看一下 你说记忆家如果做别人的 跟我做这个NVIDIA的 差到10倍价格 各位你想想看 记忆家有没有做过笔电 你有没有想过笔电 记忆家笔电做过 赢得了双A吗 记忆家的这个所谓的 主机版游戏的卡 他比得过其他电信吗 可是记忆家就是在这一步 他很早之前又切入AI 我举个例子 现在你去看看官方上 或是这次的Computex展览 我们说要静默式的 这个所谓的伺服器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一般的晶片 一个晶片产生大概 平均250W到300W 可是现在AI的晶片 一片平均大概是700到800W 你看差这么多 那么多 那这样的散热 不是你用那个风扇 在那边打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最新的方法 如果是你像图书馆那种 资料中心 是用所谓的牵 这种所谓的易冷管 但是你这种小型的这种 所谓伺服器 你知道整个里面 是放在液体里面 各位你不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对 我的主机板 要放在液体里面 整个要浸在液体里面 那个液体不是普通的水 电池产品放在水里面 那还得了 对 早就触电 早就挂蛋 这个地方它是用 跟3M特殊的不导电液体 所以说有这么 液体不导电 我再提供给各位一个数据 今天黄文春 他这个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这个DGX 这个200的这个新的系统 比上一代的 光是在记忆体的一个需求 容量就多了500倍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今天AI 为什么我计算的快 所以说我计算的快 我难免会产生什么功率 我就会热 所以我需要高的散热 我需要这种易冷的 新的这种技术散热 好 第二个 我计算的快 我速度我传东西 我丢给你位置要很慢 没有用啊 所以我就要什么 我需要很快的高速传输 像高阶的光纤染线 那再来呢 譬如说我今天整个的一个机壳 整个的一个cash 等于说我的机构 全部都要等于说要换掉之外呢 我本身譬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很多的需求窄板 譬如说我的这个晶片的窄板 这个地方也要开始来增加数量 然后还有很多 譬如说我在整个的一个 我们说记忆体的一个容量 一个需求 我举个例子 这次的展览里面 有一家公司叫做雨瞻 雨瞻 它也是跟这个技架一样 搭配到这个AI的伺服器 很简单啊 它的记忆体是 本来用在公规的 它可以用在零下40度到85度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宽温带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AI 我产生大量的热 我用到这样的 而且它又支援DDR5 也就是说你以前旧的规格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供应这个速度 但我每一样东西 规格都改变 这个我就建议用一个白话文的道理 来跟各位讲 我以前用过Sony的电视机 那个CRT好棒都不会坏 最后坏掉是因为遥控器坏掉 接受坏掉 那我又舍不得换 可是我看大家都在用液晶螢幕了 那等于液晶螢幕整个是换掉的 等于是整个改朝换代 整个规格换掉 整个技术升级 所以当然会比较贵啊 刚才讲的AI供应链 产业链就在台湾 所以今天10亿美金 已经进到台湾来了 各位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台湾在崩AI 我去举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今天台湾有一档股票 我们说 因为鸿海他旗下有个公司叫 这个 鸿百 对鸿百 他是工业不连下面百分之百的公司 鸿百就是跟这个所谓NVIDIA 有开始有 有帮他做AI伺服器 结果鸿百没有挂牌 今天涨到一档股票叫百鸿 百鸿 所以这个百鸿跟鸿海没有关系 百鸿跟AI也没有关系 他只是鸿百 百鸿两个名字转过来 那两个字完全一样 而且他的百又是有人字旁的百 他就是两个字不一样颠倒过来 他是做LED的 今天市场上不知道在慌什么 就是把他锁掌停板锁上去了 锁掌停板 我告诉各位 还有一个更夸张 美国大家知道吗 宝杰你知道吗 美国更夸张 美国在 之前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这个美国是在三月 礼拜三的时候 盘后NVIDIA大涨28% 礼拜四 果然涨了25% 结果呢 礼拜五是涨了28% 礼拜五的时候呢 他开始只涨2% 可是 背半涨了6% 为什么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家公司 叫做Marvel 这个翻译从这个麦威尔 或者是翻译成美软 他涨了32%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的AI晶片可能在2024年 会有一倍的成长 他没有端出任何业绩 他就讲了这句话 涨了32% 是不是 现在五亿高中生 虽然案情没有往新的发展 可是很多外面的爆料 越来越多 今天有一个广告高中生 他就在挑战 因为他长期跟他们家租房子 对 长期跟他们家租停车场 他说这阿公很夸张 你有数十一身价 可是你非常非常的节省 节俭到什么程度 进到他们家 都有一股臭味 对 我们现在知道说 阿公他的 你家这么有钱 你家有臭味 对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阿公啊 他一年喔 就三件吊嘎 跟这种梁山 然后就骑着他的脚踏车 他是一个身价非常高的人 我们不要讲五亿 十二亿甚至百亿 可是呢 这个导演说呢 他跟他们家租了这块地 这块地呢 是阿公很早以前买的 这个地方靠近捷运站 把这个地变成停车场 其实在台湾喔 你看停车场 就是两个字 养地 他就是要养地 你知道吗 他养这地 他可以停二三十台的汽车 他还有这种地 我还没算到的 对 还没有算到 可是呢 他说 这导演就说呢 他每次把车停在这里 两个事情 他很受不了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已经停十几年了 他停十几年 你以前呢 都要拿谢君去他家 他就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汇款 我用APP 我用手机转账给你可不可以 不行 一定要收现金 阿公就是说我大概要收现金 收现金 好 收现金就收现金嘛 反正呢 家里附近嘛 我把车停了 我拿去给他 阿公又喜欢 骑着他的卡大车去看土地 那不在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小赖 跟这个 他的妈妈 遇到 遇到的时候他就说 那我这个停车费给你 不行 两个不敢收 两个不敢收 然后呢他就说 看着他十几年 看着他长大 他说他是很乖的 但是有一点 傻傻这样子 他就说 他们都不敢收 为什么 因为收了会被阿公嘛 所以呢他就说 这个 那才多少钱 对 才多少钱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呢 有这个门 那这个门常常坏掉 对 坏掉阿公也不收 可是呢你知道 坏掉之后呢 其他的人 车子开进去就停了 停了之后 他的工作 MV工作的导演 比较晚 我半夜没有乖 我要去找谁 所以每次跟他讲的时候呢 阿公给他的表情就是 没有 你不要走啊 我有查你自己来车嘛 我里面二十年 我有查你自己来车嘛 所以他为什么会讲这个直播 连门都不愿意收 对 他就讲说阿公 真的是比较有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但重点 难怪讲说 赖母没那么厉害 弄东西 弄搞事情的 一定是老赖 对 他就说老外就是讲这个阿公 他说呢他看到他妈妈在水南机场 你知道吗 去卖东西 卖的都什么 酪梨 卖的都什么 他自己做的东西 甚至呢他之前还有去 偷瓜人家一公的那个 金箱 为什么呢 其实解采官问他就说 你家的实力 应该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他支支吾吾 最后就讲了 他因为要卖掉 赚钱养家 所以呢他们其实在外面来讲的话 这个阿公也太怪了吧 对 就是你有实力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大家会觉得说 问题的根源在阿公吧 对 这件事情刚刚讲的 他说他们家 都会有一个怪兵呢 对 他就说 因为其实他们家 长期以来就没有通风 没有通风的话 没有通风 对 然后呢他就说 阿公其实每次抽屉打开 都是一堆药袋 所以可能身体中央也不是很好 但是又不愿意 重新的来个整修 其实你知道吗 他有去本的土 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土地 有很多的土地 跟他合见之后呢 是有促新 崭新的房子 但是他又不愿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一般人呢 根本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前 不知道他们家 有这么大的实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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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